大家好,我是盲山野人 很抱歉这一次隔了这么长时间 因为最近我一直在思考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如果哪一天我突然穿越回了古代 那么我要怎么做才能当上皇帝呢? 这当然是一个无法实现的幻想 但人类就是善于幻想的生物 既然我是一个历史学博士 那我的幻想理应更贴近真实的历史 于是我就花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对我国历史上328个帝王的职业生涯进行了梳理 顺便还整理了273个皇后 包括太后的资料 墓里就是希望搞清楚 在古代当皇帝或皇后有没有什么规律 有哪些经验和教训 以便给那些像我这样常常幻想 回到古代当皇帝的朋友提供一点借点 你别说我还真找到了一些不为人知的规律 本期视频我就分享给大家 在此之前我先要说一下 我是依据什么样的标准 选择了这328个样本的研究对象 第一我选择的时间段 是从秦始皇确立皇帝制度开始 到清朝灭亡为止 所以秦朝以前春秋战国时代的各国国君不再死裂 至于清朝灭亡后又当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 自然也排除在外 第二在头衔上必须是皇帝或者国王 包括天王 什么蝉鱼 可汗 战谱等等少数民族的首领一概排除 所以成吉次汉 劳尔哈赤 全都遗憾落选了 因为根据学者研究 这两个人生前都没有称王称帝 而只是被称作大汗 至于为什么称王或者天王也能够入围 是因为历史上许多君主 出于种种原因都没有称帝 而只是称王 比如前秦的福建 他就号称是大秦天王 五代十国当中十国的统治者 大多数也从未称帝 第三 该君主必须是生前称帝或称王 死后追封的不算 比如司马仪 虽然他是西晋王朝的奠基人 后来又被尊为晋宣帝 但他生前只是太富 自然不能算数 与之相比 曹操由于生前当上了魏王 司马昭当了晋王便可以入选 第四 必须是独立国家的君主 这一条主要针对的是汉朱的诸侯王 当时的吴王 楚王 齐王什么的 虽然是国王 但是国相是由朝廷来认命的 不能算独立国家 而曹操封魏王时的魏国 司马昭封晋王时的晋国 官员认命都是自己说了算 可以视为是独立国家 第五 该国家必须在汉文化区 拥有较大的领土 或至少存在十年以上 之所以强调汉文化区 是为了将西域诸国 南兆 大理 高沟黎 河海国 这些边疆政权的国王排除在外 因为这些政权的政治传统 跟中央王朝不大一样 不方便放到一起比较 要求该政权至少存在十年以上 也是因为太过短命的王朝 提供不了足够的参照意义 所以根据这一标准 那么十六国的燃卫 安禄山建立的大燕 明末农民军建立的大顺 大西 还有吴三桂建立的大洲 都没有入选 但是太平天国 由于存在的时间超过了十年 统治范围也比较大 可以计算在内 好了 数据导入完毕 现在可以进行分析了 那么我发现的第一个规律就是 历史上平均每三个皇帝 就有一个是靠夺取的方式上位的 而超过40%的夺取者 都是对自己家人开刀 众所周知 当皇帝只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你爹 你爷爷 或者你的书班 兄弟是皇帝 再不然你妈也行 然后你是他的继承人 等他一死你就成了皇帝 这种方式叫继承 另一种就是你本来不是皇位继承人 甚至只是平民 然后你施展各种手段 要么巧取 要么豪夺 最后成了皇帝 这种方式就是夺取 在我统计的328个帝王中 夺取族有103人 基本上占总数的三分之一 而在这103人当中 开国的君主有58个 他们是从其他家族的手中 夺取了天下 而剩下的45人 则是对着本家人开刀 要么是儿子干掉了老子 比如宋文帝刘一龙 就是被太子刘少所杀 要么是叔叔干掉了侄子 比如明成组织于建文帝 要不就是兄弟或堂兄弟之间 同是操哥 失败者往往落到一个被灭门的下场 由此可见 在巨大的权力和利益面前 所谓的骨肉亲情 多半也靠不住 再看这些人夺取皇位的手段 众所周知 古代所有夺取政权的手段 都可以划分成三种类型 一种是以武力从外部摧毁旧政权 建立新政权 这里我取革命的原初意义 称之为暴力革命 所有以战争的形式 导致改朝换代的政权更替 其实都可归为这一类 第二种仍是以武力 但却是在政权的内部 以政变或兵变的方式 导致皇位一手 这种方式 我称之为流血政变 第二种的比如玄武门之变 陈桥兵变 都是这种类型 第三种 则是在政权内部 以善让等相对和平的形式 取代原政权 我称之为全臣篡位 曹操父子 王莽 杨坚 都是这个类型当中的高手 在夺取组的103人当中 以暴力革命这种简单粗暴的手段 夺取皇位是最多 占全体夺取组的57% 流血政变的其次 占32% 全臣篡位这种讲究政治技巧的手段 最少 仅占18% 而且从宋代开始就再没有出现过 这反映出皇帝们已经吸取了教训 君主专制的趋势 那是越来越强 当然 由于有些夺取者同时使用了两种手段 例如梁武帝消炎 就是先以用力齐和地肖宝荣 讨伐东昏侯肖宝圈为借口起兵 在攻陷了健康后 再迫使齐和地善位给自己 所以以上数据存在着少量重合 具体分析还可以发现 采用何种手段夺取皇位 很大程度上是由夺取者的出身所决定的 如果你是平民出身 那么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暴力革命基本上是你的唯一选择 历史上所有平民出身的帝王 比如刘邦 刘备 朱元璋 红秀全 以及五代十国时那些从小兵发展为军阀的割据君主 都是走在这条路线 当然这里面也有两个特例 那就是宋武帝刘豫和梁太祖朱温 这两个人都是先靠暴力革命起家 把自己混成了权臣 然后再使用了篡位的手段 相反 如果夺取者出身很好 本来就拥有显赫的地位和广泛的资源 那他的选择面就宽了许多 以上三种手段都可以使用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由于政变和篡位这两种方式 都是在政权内部才能发生 所以历史上采用这两种手段夺得皇位的 基本上不是宗亲藩王 就是外戚权臣 换句话说 他们本来就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核心成员 好 说完了夺取组 接下来我们来看继承度 众所周知 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是一夫一妻多妾制 而占主流的继承制度是所谓的嫡长子继承制 也就是说 在继承的优先顺序上 传子优先于传帝 而在所有妻妾所生的儿子里面 正妻也就是大老婆生的儿子最有优先权 如果大老婆没有儿子 那么其他所有小老婆生的儿子 也就是所谓数字才按照长优次序享有继承权 但是这只是理论上的理想状况 实际执行起来则要复杂得多 在我统计的继承组225人当中 皇位是父子相传的 有134例 这其中还包括六个因为没有亲生儿子 所以用养子充当继承人的情况 比如被司马师废掉的少帝曹芳 就是魏明帝曹瑞的养子 后周世宗柴荣也是太祖郭威的养子 如果排除这六例 那么皇位在父子间顺利相传的比例 就是57% 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高 当然也存在这样的特殊情况 那就是老皇帝在位的时间太长 导致太子没有活到继位的那一天就死掉了 于是老皇帝就把皇位传给了孙子 这种情况也有武力 比如建文帝朱颖文就是朱颜章的孙子 而皇位在祖孙间的传递 其实可以视为是父子子继的隔代变体 两者在宗法意义上其实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接着分析父子相传的案例 你们觉得是嫡子继承皇位的更多 还是数字上位的更多呢 给你们三秒钟回答 三 二 一 答案是数字 在排除了因为始料匮乏而无法确定敌数的16个案例后 剩下的112个当中 笛子上位的42个占37.5% 而数字上位的则是70个占62.5% 这也是我发现的第二个规律 在笛章子继承制度占主流的情况下 整体上却是数字反而比笛子更具竞争优势 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状况呢 很简单 因为男人都是大猪蹄子 因为正常情况下 同一时间 男人只能有一个正妻 但他却可以拥有很多的机械 而正妻有可能生不出儿子 或者生了儿子但不幸夭折 所以普遍的情况是 数字常有 而笛子不常有 数字的数量本就比笛子多 自然也就是数字继位的情况 比笛子更多了 比如清朝九位自成复位的皇帝当中 只有道光是以笛子的身份继位 其他八位都是妃子所生 像雍正的元配皇后乌拉纳拉氏 乾隆的元配皇后傅察氏 都是生子早妖 这才导致皇位传给了数字 扭扑了缓缓也就成了太后 而康熙帝的元配皇后赫舍礼 第一个儿子早妖 第二个儿子印仁虽然生了下来 他却因难产血崩而死 后来运仁又两度被废 直接导致了康熙末年的九子夺嫡 雍正上位 正是因为嫡子不易得 嫡长子更加稀缺 所以历来废嫡历数 废长历诱都是大忌 比如那个著名的白痴皇帝 晋惠帝司马忠 以他的智力继承皇位显然不合格 但是因为他是事实上的嫡长子 司马炎明知道他脑残 却愣是不敢把皇位传给其他智力正常的儿子 这才搞得后来 贾南风善权 引发了八王之乱 当然 也有许多皇帝跟司马炎正相反 特别是那些超长待机 过了退休年龄 却依然坚守在第一线的老皇帝 他们要么怕儿子夺了自己的权 要么宠溺更年轻更漂亮的机械 连带着更喜欢小儿子 反正是看长子不顺眼 总遏制不住费长力诱的心思 比如汉武帝刘彻 光武帝刘秀 东吴大帝孙权 北魏太武帝拓跋涛 孝文帝袁洪 隋文帝杨奸 唐太宗李世民等等 都是这种情况 好 说完了父子相传的案例 我们再看非父子相传的状况 前面讲到 按儒家宗法制度 一般来说传子是优先于传帝的 百分之五十七的比例也证明了 父子此计确实是皇位传帝的常态 如果把传位给孙子或者养子 也视为是父子子弟的遍体 那么这个比例还可以高到百分之六十二 即便这样 非父子相传的比例依然是百分之三十八 也不能算少 具体来说 在继承组的二百二十五个人选中 有四十三个人跟前任是同父兄弟关系 其中大多数是弟弟接替了哥哥的位子 也有个别人是哥哥接着弟弟的班 比如东吴第三任皇帝孙修 就是第二任孙亮的六哥 有十人是同堂兄弟或养兄弟的关系 三十人是叔侄或堂叔侄关系 还有三个最特殊 是叔爷爷跟孙子 堂叔祖跟堂孙这种关系 以上情况之所以会出现 一般是因为前弟被废 或者死后无子 又或者虽然有子 但年龄实在太小 难以承担一国之君的责任 所以只能在本之兄弟 或旁之近亲中寻找继承人 比如董太师在废调少帝流变后 拥立的汉先帝流邪 就是他的弟弟 而东吴末代国君孙昊 是上一任孙修的侄子 他之所以能够继位 就是因为孙修的儿子实在太小 当时属汉刚刚亡国 东吴群臣担心幼主在位 抵挡不了曹魏的进攻 这才盈利了23岁的分号 但是兄中弟级或旁之入计 由于打乱了敌长子继承制的规则 往往会引起麻烦和纷争 就拿兄中弟级的情况来说吧 如果哥哥没有子嗣还好 否则弟弟上位以后 十有八九是要拿弟弟的子嗣开刀 比如宋太祖赵光印死后 弟弟赵光义接班 没多久赵光义就开始 找赵光义两个儿子的麻烦 最后只逼得赵德昭自杀身亡 那赵德芳也不明不白的死了 至于庞之入计 最典型的例子 就是明代的家境帝诸厚总 论关系 他是前任郑德皇帝的堂弟 因为郑德死了以后没有儿子 他才被盈利为帝 结果这位爷呢 一上台就搞出了一个大礼仪事件 表示自己虽然接替了皇位 但是在宗法上依然属于本家 而不愿过继到郑德那一支 因为这件事朝廷里也就分成了两派 一直折腾了三年多 另外在整理继承组数据的时候 我还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规律 那就是只要是存续时间较长的王朝 传了三四代以后呢 皇帝直系这一支的生育能力 就会大幅下滑 这时如果引旁之入计 或许会有所改善 但依然难以改变 越到王朝后期 皇帝就越生不出儿子的成体趋势 比如西汉 以第四任皇帝汉景帝刘启 生育的皇子最多有十四个 而第五任汉武帝呢 虽然活到了七十岁 却只有六个儿子 接下来昭帝没有儿子 引旁之宣帝入计 结果宣帝五子 元帝三子 到了汉成帝又没有儿子 再看东汉 从第三任汉张帝刘达以后 生育率便开始断崖式下跌 汉和帝两个儿子 商帝早姚无子 安帝以旁之入计 但接下来的五任皇帝呢 不是没有儿子 就是一脉单传 直到汉灵帝再次以旁之入计 留下了留辫 留邪两个儿子 唐代呢比较特殊 不知道是不是有 塞外野蛮金汉之血的加持 唐代皇帝直到第十二任 唐穆总李恒开始 生育率才开始滑坡 穆宗八子 敬宗六子 文宗二子 到唐宣宗李臣 以旁之入计有所回生 但他的孙子西宗 又只生了两个儿子 随后呢 唐昭宗李恶 再次以宗王入计 生下了十七个皇子 但是此时唐王朝的命运 掌握在军阀手里 皇子多少 已经与国运无关了 再看宋代 到第四任皇帝 宋仁宗赵真这时 便因为三个儿子无疑存活 而决死 只好以英宗赵首为养子 但是呢 仅存了两代 到宋哲宗赵旭以后 又决了死 这才有着艺术家皇帝 赵吉 以旁之入计 赵吉的基因呢 相当强大 他总共生了三十八个儿子 甚至在被金兵俘虏到东北以后呢 还生了六个儿子八个女儿 他要是能把自己造人的功夫 用到治国上 可能北宋也不会这么快就亡国 至于南宋 由于赵构二十来岁就都是阳尾 从一开始就是以阳子为次 之后几任皇帝的生育能力也都不高 大明朝少好一些 那毕竟朱元璋是从社会对地曾逆袭上来的 生命力那不是一般的强 而明成努朱棣呢 据说还有外族血统 所以直到孝宗朱又棠时 生育能力才迅速下滑 嘉敬帝旁之入计后有所回生 但接下来四任皇帝 在生育皇子上也都是哥为叔 最后天启绝寺 崇祯才以藩王入计 至于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 以康熙帝最能生 总共生了35个儿子 而从嘉庆皇帝开始 皇子的数量便开始从国事一样 开始走下坡了 到了咸丰 便只有同治帝一根独苗 这才有了慈禧太后的锤炼听证 还有光绪溥仪为什么生不出儿子 相信许多同学都知道 我怕说出来过不了审 这里我就不提了 当然以上这个所谓的规律 只是我观察到的一个大概的趋势 并没有经过详细的论证 也可能并不成立 但我相信这种现象之所以出现 除了家族基因这一客观原因之外 背后一定也存在某种人为的因素 至于这因素是什么 我想放到皇后篇再展开来讲 无论如何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 尽管我国古代各王朝普遍实行敌张子继承制 但即便排除皇帝个人的好恶 这个制度也始终受到两个客观规律的干扰 一个是敌张子的稀缺性 一个是皇帝生育率整体下降的趋势 再加上守城之军的才干往往偏弱 叙事之前未必能对继承人做出妥善的安排 有的更是被废或被杀 这就导致继承组的225个人选 在继承皇位的原因上各有不同 但一般来说无非是两种类型 一种是先帝在生前或者在遗诏中所指令 另一种就是被太后或全臣所选立 而不管确立继承人的决定权在谁手里 敌数分别 长幼次序 以及血缘上的亲近关系 都是最重要的三个依据 最后我还想对夺旗组和继承组的平均年龄 在尾时间和死因做一个整体对比 先看即位时的年龄 夺旗103人 即位时年龄最大的是武则天67岁 最小的是错八归16岁 平均年龄是40岁 继承组225人 即位时年龄最大的是后堂的李四元60岁 最小的是许多婴儿皇帝不到一岁 平均年龄21岁半 这恰好说明 夺旗皇位需要长期的奋斗和积累 而继承者作为夺旗者的后代 年纪轻轻便能够享受到前辈种下的果实 甚至在平均在位时间上 继承组也比夺旗要稍长一些 然而有意思的是 所有命运馈赠的礼物 其实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 继承组的人虽然年纪轻轻就能得到皇位 但他们的平均寿命却只有37岁 比夺旗整整少了15年 这其中当然有幸存者偏差的缘故 因为如果夺旗的人活得不够长 也就根本不可能成功多的皇位 但我觉得作为养尊处优的守成之君 平均只能活到37岁这一点 还是有些令人感到意外 当然人生其实古来西 在医疗卫生条件不发达的古代 即便贵为帝王 能活过70的也是居少数 在我统计的328个人当中 只有区区的13人而已 而除了感染疾病这一客观原因之外 许多皇帝还有纵情酒色 服食丹药等等自己作死的毛病 再加上皇帝本身就是一个高危职业 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被人搞死 所以他们的死亡原因也是五花八门 有被自己狼子野心的儿子给杀死的 比如前面提到的宋文帝刘一龙 以及梁太祖朱温 西夏的李元昊 有被权力欲和性欲同样旺盛的太后给弄死的 比如北魏的宪文帝唾玛红 孝明帝元许 以及死因现在已经查明的光绪帝 有对身边的侍卫过于残暴 结果侍卫小哥不堪忍受 把他给宰了的 比如辽朝的第四任皇帝伊律景 还有因为开了一句直男癌的玩笑 就被那句宠妃给杀了的 比如东晋孝武帝司马耀 就因为对张贵人说了一句 以你的年纪差不多该废了吧 结果就先被张贵人给废了 还有酒驾从马上摔下来摔断了肋骨而死的 比如南梁的开国之君 突发无辜 还有吃了一辈子山珍海味 到头来活活饿死的 比如梁武帝硝烟 以及南无的末代皇帝杨普 甚至还有壮年横死 其死因成为千古之谜的 比如宋太祖赵方印 以及大辽的开国皇帝耶律阿宝基 至于那些在战争或政治斗争中失败 因而被废被杀的皇帝则更多 统计来看 不管是夺取祖还是继承祖 非自然死亡的比例都超过了40% 关于历代皇帝的死因 如果你想要了解的更详细 那么我推荐阿宝主吴乔的这期视频 我这里时间所限就不再多说了 好了杂七杂八的分析了这么多 不知道各位听了以后 对皇帝这份职业有没有新的认识呢 如果你现在依然抱有穿越回古代当皇帝的想法 不知道你是愿意走夺取的路线呢 还是选择继承的命运呢 请在弹幕和评论区中告诉我吧 本次视频相关的328个皇帝的数据 我也会在评论区公布 感兴趣的同学可以自行下载 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还不错 那就赶快点赞投币吧 三连越多 我对历代皇后的分析就更新的越快哦 我是盲山引人 一个不务正业的历史学博士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